等於是第四次上課 其實說真的我們進度就已經還蠻快的 我們好像在第二次上課其實就已經講到VBA了 這其實跟我以前上課的進度來說差很多了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大概有幾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在資料當中如果有中文、有英文、有數字的話 那我怎麼可以利用一些內建的函數 幫我找出哪一些是中文、哪一些是英文、哪一些是數字的相關問題 所以剛好這個題目 101上禮拜那一題剛好是中文字 它是在開頭的地方 所以如果在開頭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用幾個函數 第一個就是用ASC ASC很重要 因為這個部分我是覺得全形跟半形 其實基本上現在已經沒有人太去管它了 因為主要早期的全形跟半形 之所以會有這種全形字出現 主要是因為剛開始 那個有亂碼的問題 有沒有字會出現像那個很久以前 那個歷史這個DOS的環境底下會出現亂碼 那為什麼亂碼? 因為中文字兩個byte 那英文跟數字一個byte 所以變成說有的兩個byte 有的一個byte 顯示出來就亂碼了 所以怎麼辦呢? 後來解決的方法就是把資料全部都變全形 也就是說中文兩個byte 那英文的全形也是兩個byte 數字的全形也是兩個byte 那這樣就不會有充… 就是有單獨一個編碼的問題 而造成這個亂碼的問題 不過這個已經很久遠了 那現在基本上沒這個問題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 以後如果遇到那個全形半形的問題 乾脆直接就全部把它改成半形 你不要讓CHARGBT解決全形半形 因為我發現第一個 CHARGBT他不懂 他不知道什麼叫全形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全形的問題 不會發生在英語系國家 那剛好CHARGBT他是美國人設計的 所以這個問題當然來說不是問題 OK 那第二個的話我發現 他好像也對於中文的部分 解決的能力有限 所以好像英文跟數字沒有問題 但是中文就有問題 這個也是他先天設計的 應該也不能叫缺陷吧 因為這個畢竟也是外國人 所以你可以把它視為外國機器人 那為什麼他可以 其實當然資料裡面是有一些中文的部分 可是他還是沒有辦法深入去了解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我們基本上 就是把這個先產生公式 最後的話直接就轉換成VBA的方式 所以上個禮拜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如果將來你有很多公式 Excel的公式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把它轉成VBA的方式 有沒有其實非常簡單 上個禮拜有講 另外的話我們針對上個禮拜的範例 我們做了所謂的英文函數 數學函數中文就把資料找出來了 但是也有遇到一個問題說 請他產生的那個公式裡面 有用到一個叫什麼TestJoy 那個函數是新版支援 但是舊版不支援 所以後來我們直接乾脆用Function 我覺得VBA的Function相容性會比較好 所以將來你們可能也會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那個什麼TestJoy GP給你的公式 可能是用最新版本 但是你的電腦並不是最新的 那也不能用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直接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將那個公式有沒有 轉換成VBA的Function 這招應該是OK的 我試了很多地方 這樣就解決了 因為VBA的Function比較不會有版本上面的限制 也就是最早的 你即便以色列2003 也都是相通的 只是應該現在沒有人用以色列2003吧 會不會還有 我不知道 之前有同學說 是我們公司很有錢 但是都很摳 現在還是用以色列2003 我說現在什麼時代還用2003 2003到現在已經21年了 21年還在用 對 因為他覺得以色列2003 反正基本功能都可以 只是那個畫面界面功能長得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VBA都一模一樣 VBA的話 一樣在聚集也有錄製聚集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 如果假如舊版的公式不支援那個函數的話 但是你們又是用舊版 那怎麼辦 你就轉成VBAFunction 再丟給那個舊版的人用 他也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OK 所以我是覺得VBA應該在版本上面的限制 會相對的小很多很多 這個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那要轉換的話 我是覺得用那個TrackGPT 其實真的不難 有沒有 上禮拜的語法在雲端上有 你們可以自行再參考一下 那三個禮拜的話 我們好像做了蠻多的 包含就是按鈕、Function 一下子幾乎都把它寫出來了 那以往我要做這些東西 對一般來說真的很困難 但現在好像感覺變簡單了 OK 那上禮拜影片連結在這邊 如果有些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請各位回去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大家回去應該好像 還是要再加油一下 因為發現好像大家 回去複習的次數有點少 只有12次 然後有一些的話 觀看就真的不是太多 那可能幾種狀況 或者是你們大家都熟悉了 好啦 那今天的話我們換一個題目好了 上個禮拜是101 那現在請各位幫我打開103這一題 那跟上禮拜的這一題還蠻接近的 所以你把它啟用編輯一下 打開之後的話 那這一題的話其實 主要是希望幫我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的話 就是算幾個字 幾個數字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得到四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是 到底算一下這裡面有幾個是數字 那相對的話 除了算幾個數字之外 那我也是希望怎麼樣 直接跟我講那個數字 直接是哪些數字 直接把數字帶過來 另外的話就是英文部分 中文部分我們當然暫時就先不考慮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這樣 把這個四個問題好了 這邊改成就是這個叫英文好了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直接就把英文取出來 然後最後把這個格式複製一下 然後這邊框框 再把它自己再框一下 這個所有框線 類似像這樣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把那個問題延伸 請問一下 這個數字個數是幾個 你說老師上個禮拜 只有講那個抓數字 並沒有講抓哪些 算幾個字 那怎麼辦 其實倒也蠻簡單的 你只要能夠取出那些字 其實你就知道怎麼去算幾個字 OK 所以其實同樣的道理 把英文取出來 那算它裡面有幾個字的個數 請各位先開啟這個103這一題 試試看好了 所以有四個問題 分別把這四個問題的答案做出來 然後當然我目標是希望 可以幫我產生四個按鈕 按這個就是數字個數 所以有第一個按鈕就數字個數 第二個按鈕就數字 以此類推 總共最後有個清除好了 所以請假設來一個考題好了 請幫我完成這個題目 並且產生五個按鈕 分別就是直接按下 第一個按鈕就是把個數算出來 數字取出來 英文個數跟英文取出 中文如果你要加也可以 因為這只有三個是中文字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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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